宫廷宇业酒 听说一百百倍 这个是我们的嘴听 也是特别的 因为过年 大家都会来 来 画面我 我吃饭了 哇 我觉得在中国 吃上一口日糊的饺子 就全过年了 我觉得过年就是 我干了你死意 我在中国已经看过 差不多20个春节 在中国春节的时候 他们中国人会放这个 红灯笼 我来中国30多年了 所以我已经在中国 过了20多春节 提前需要打扫卫生 打扫卫生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东西都得行 就是一个很幸福 很温暖的一个节目 大家可以一起包饺子 感激一起出去玩 一起吃饭 中国的春节非常热闹 中国人是比较顾家 他们是不管是在这个世界各地的哪个地方 他们会想一些办法 过年的时候回家 我感觉每次在中国过春节 大家都很热情 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都在笑 大家都要跟大家一起吃饭 你看还有鞭炮 你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可以拜年的文化等等 春节的时候中国人都喜欢吃好吃的 所以我买了一些东西 刚刚到了 这个是中国的牛肉干 这是我的年货 母亲的计划就是去洛阳过年 因为我听说他们那边 就是组织了很多活动 所谓的银行游客 听说可以放鞭炮 还有可以放盐花 我也希望通过这次的春晚 来尝那个中国心 来表达我对这些亲朋好友们的一个爱意 今天是龙年的春节 我祝福所有的热爱生活的人 要龙兴大大 祝大家青春快乐 龙年大敌 祝大家新年快乐 过年了 新年快乐 龙年大敌